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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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的 所以他们捎来的是一份心意 一份祝福更是丰收的喜悦 我们也对他们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年货充满了期待 真是期待着年货 那在我们今天的揭晓仪式上 首先向各位介绍两位全国十家农民 如果用一个字对他们进行概括的话 我想这个字应该是高 他们究竟高在哪儿 因为他们是重粮的高手 在2015年 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达到了一万两千四百二十九亿斤 以他们为代表的重粮农民应该说是功不可没 首先要向他们致敬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两位 2015 全国十家农民 李肃敏 李肃敏是河北省赵县的重粮大户 他对农业科技有着近乎痴迷的热情 十多年来 他不停地在追寻最新最好的品种和技术 为了能最快地接触到最新的品种和技术 他把自己承包的土地拿出来让专家做实验 他给专家当起了编外助理 他的朴实和真诚打动了众多农业专家 从2007年至今 先后有两千多个玉米品种 十几个小麦品种 在他的农场试验筛选 小麦水肥一体化节水高产栽培技术 玉米拨后镇压 缩航增聚 山松改土等一项项新技术 都是在他的农场试验完善后 才推向全国 他的农场被中国农科院命名为 新品种示范基地 被河北省农民科学院定为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 国家们在我的做事业 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快地尽早地拿到清品种 拿到新技术 每一次跟专家的接触都是他学习的良机 他也成了当地有名的农民专家 在他的手里 不仅常规的农田能封产 就连从没有掌过庄家的生地也能封产 和科技相连 用创新驱动发展 他最骄傲的 就是带动了两百多户农民 一起实现了粮食的连年丰产 2015全国十家农民 吴华平 湖北省天文市地处江汉平原腹地 胡广熟而天下足 可这里的农民一度对种粮食没有了热情 吴华平说 种粮能挣钱 被人称为天门勺 我觉得我不勺 我也不勺 十分以上 最终人家说我勺的人 说我太狡猾了 太精明了 二十多年来 吴华平只做一件事情 他要证明 农民靠种粮食 也能过上好日子 有这个底气 我坚持种粮食 我不会困门 我只能挣钱 二零一四年 跟着吴华平种粮食 合作社社员一年收入超过八万元 这是当年湖北省农民人均收入的七倍多 吴华平种粮有底气 因为他相信国家需要粮食 因为他相信国家需要粮食 吴华平种粮不亏本 在于他流转土地八万六千亩 实现了粮食种植的规模化 建成了粮食生产的全产业链 吴华平种粮能挣钱 还在于他引进倒修共作模式 每亩能增收四千多元 吴华平不光让重粮能挣钱 他还让合作社社员 成为一群幸福的人 在合作社的食堂 社员吃饭免费 合作社还开办培训班 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在当地村民们都说 更定吴华平 好日子不会停 有请2015 全国十家农民 李宋敏 吴华平 你看作为农业节目主持人啊 往我们这两位重粮高手 旁边一站 自己都觉得腰杆硬实了 特有底气 今天这大过年的 两位来了以后 听说带了年货来是吗 带来什么了 赶紧给大伙展示一下吧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事 跟我职业有关的 今后面素 哇 请大家看看这个面素 哇 这真的都是用面做的吗 对 这就是我们正常的面粉做的 我祝愿大家 今后宪锐 职业国 银树成乡 花果说 给力 听完人家的这个祝福和他这个面素之后 吴大哥您有没有压力 没有 没有压力 咱们带来什么年货 我带的是文明海力外的天门山针 来 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道就是我们天门的针排骨 小米 针小鸡 象征着五骨丰登 好针善意 好针甲鱼 象征着年年有余 亲针圆子 象征着谈谈圆圆 谢谢两位 那我们赶紧把我们这个年货送上我们的团圆桌 好不好 好嘞 上菜喽 可别觉得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点吉强话的 要接受一番提问 咱们先来看看网友对于李宿民李大哥的提问 好不好 来 请看 这个粮食产量比以前高多了 现在确实是不愁吃了 可是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都想吃一口好的 那么这个粮食增产跟这品质会不会有冲突啊 李大哥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摸索了很多的经验 以手抓材料 以手抓品质 既要保证粮食的材料 又要保证粮食的品质 现在过年吧 吃饺子 有饺子分 吃面条 有面条分 吃面包的 还有面包分 是面包 有面包分 什么热热闹闹聊着的时候 人家后面都已经闻鸡起舞了 咱们共同来欣赏一个绝活 叫面粉 也疯狂 这看着哪是面呀 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很多二人传演员里面玩的那个花手转啊 确实是面粉做的 面皮 捂着面条的小伙子也上场了 真是面条 我们可以告诉全国的电视观众 我们的面粉之所以这么劲道 李大哥 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谁种出来的小麦 这就是我们种的高筋小麦 论经特别好 口感特别好 而且不易断 掌声送给李大哥 同时我们今天介绍仪式的现场 从全国各地基层请来了农民和干部代表 他们在现场也会随时提出自己的问题 要问问石家 比如说有一个人对有一个问题就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说你看你现在开销那么大 而且还要请咱们的这些社员免费都吃大食堂 这么个花法 您还能挣钱吗 你如果是传统的种植 可能是挣不了钱的 我十年来一直以规模化种植 全程技巧化作业 科技与信息化的融合 这个我们套秋共生 形成的这种形化种植 我不仅说挣得到钱 而且还挣得多了 我一年要赠一百多 我问个问题 但是您开销还是很大的 那么多的开销 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的收益 你刚才跟我提到的 我们活动社里七十堂的问题 七十堂我们是便于规模化种植 统一调动老朵生产林 来达到我的理关系头小本 收大效益 你看这是下了很大的一盘棋 有舍才有得 让大家一块吃饭 其实能够提高咱们的生产效率 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网友 对于李肃敏大哥的评论 来看一下 如果是一位匠人 他的饭碗里一定装着一门手艺 但如果是一个把众多科学家的智慧 聚集在一起的人呢 那么他一定是一位胸怀广阔的巨人 李肃敏就是这样一位 把土地变成两种库 科技馆 真正藏粮于迹的巨人 谢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网友是怎样评价吴华平的 有网友就说了 说吴华平就是一个藏粮于地的高手 他高就高在 能够探索出一条 让农民靠种粮 先收获富足 再收获幸福 最后收获职业尊严的小康之路 再次祝贺两位 我们的十家农民啊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能 能够带动一个产业 能够代付一方百姓 能够代活一遇经济 接下来我们即将认识的两位 全国十家农民 他们就是能够带领一方百姓致富的能人 一起认识两位 2015全国十家农民 钱小林 这些茶园都是我的 这些茶园都是钱小林 从2001年开始 在寸步难行的荒山中开垦出来的 当时呢 很多老百姓呢 都说 那个荒山能种茶呀 要把荒山变茶园 其中有多少苦累 只有钱小林知道 乡亲们说 她一个小女子 是在当作八个男人在用 开荒一年 到2002年 钱小林建成的茶园达到六千多亩 当时信阳 罗山县全县的茶园面积不到十万亩 2015年 当地建成茶园二十五万亩 钱小林开垦建成的茶园超过五万亩 唐代茶圣录女 把信阳列为全国八大产茶区之一 但从古至今 信阳只产绿茶 农户只采春茶 夏茶秋茶 基本都扔掉了 茶叶利用率不足百分之五十 2011年 当地政府决定改写 信阳茶叶的历史 创制信阳红茶 钱小林率领团队积极参与 当年就做出了成果 这一年被称为信阳红茶的起始年 从此 困扰当地茶农的夏秋茶利用问题 得到了解决 茶农种茶收益倍增 为了提升茶叶质量 保证茶叶品质 钱小林还创建公司加农户 加基地 加协会 加专业合作社 加科研院所的生产管理模式 2200多农户加入合作社 依靠科技和管理 茶叶每年增收超过600万元 现在有时候有很多人说 他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就知道我叫曹王 2015 全国十家农民 巴赫提汉 哈泽滋 新疆忽图避险 屈尔沟村 这是巴赫提汉 哈泽兹的家乡 三十多年来 他一直在努力 让自己的家庭和家乡 走出贫困 他曾经替公交社开大火车 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用开车挣到的500元钱 开始发展畜牧养殖 短短几年 就成了全村最先富起来的人 他欠不得别人家的苦 有什么事情 总是尽力去帮忙 这两名年轻人 是巴赫提汉收养的孤儿 我从八岁开始来到这个家 我父亲收养我以后 一直对我很好 比亲生儿子还要轻 十几年来 他先后拿出三十多万元 帮助了一百六十多人 在当地 大家都说 有困难找巴赫提汉 我女儿上大学的时候 当时我们交不起学费 巴赫提汉给我们送去了五千元学费 巴赫提汉是相信心中的好人 他却发现 一个人的力量只能救急 却不能让大家脱贫 他要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 他给大伙传授闯市场的经验 主动给牧民借钱发展生产 带领牧民办起了独具特色的牧民农家乐 2012年 他还带领成立了新疆第一家草处联营合作社 我们哈萨克民族居住比较分散 是个游牧民族 合作社成立以后 我把这些牧民集中起来搞养殖 解放了劳动力 又保护了草场 最重要的是增加了收入 现在草处联营合作社 正在新疆各地推广普及 我爷爷是个好人 好在他心里面 有请2015全国十家农民 钱小林 巴赫提汉 哈泽兹 钱小林大姐 号称茶王 那么想必您带来这年货 是不是跟茶有关系 四个茶有关系 我给在座的父老乡亲 带的是信仰红茶 信仰红来赏年货 一杯信仰红 我希望在座的父老乡亲 喝红茶走红韵 这是我们哈萨克族 做好的酸奶哥的 主打的青年货 酸奶哥的 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巴赫提汉大哥的这个汉语 听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讲不太灵 就刚刚这段拜年的话呀 据说练了好几个晚上 没睡觉 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网友们 对钱大姐有怎样的问题 来一块看 创业难 女人创业是更难 那么您当初 为什么要那么执拗的去创业 我是第二次创业 我原来做过精灵制衣厂 我做精灵制衣厂的时候啊 一下子对了那个一线炎 就是说十多天分泌 进行过来了以后呢 我再用的那些 做夫妻那些父老乡亲 都来看我 等我好掉以后啊 我还是想给他们再找一份工作 我考察了很多地方 我只是想要做查业 这个女人创业更加难 那么往往可能家庭上就要照顾不周 那么这么多年 对家庭是不是有一份亏欠 我很亏欠我儿子 没有送他上一次学 也没有陪他去上一次家长会 女人不容易 今天站在这个台上真的不容易 我已经做了五次大手术了 就是老天能够活到今天 就是让我为人民服务了 所以我让我最后的生命 全部为父老乡尽数 钱大姐此时此刻 有没有什么要对自己的儿子说 我想跟我儿子说一句 儿子你听着 妈妈跟你说一句 如果有男生 我害做你的妈妈 我再送你去上学 钱大姐 其实您今天这番肺腐之言 您的儿子已经听到了 不信您看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小吼子就是钱大姐的儿子 一鸣语 此时此刻除了分享妈妈的喜悦之外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 刚才在下面 我给母亲发个短信 还没发出去 给我们念一念好吗 妈 从小到大 一人看你是女强人 我看你却是一生病 这么多年的吃药 你的味觉 嗅觉 都在退化 咱家的菜做得特别咸 因为做蛋了 你吃不出来滋味 你说你歇不下来 以前我抱怨你 现在儿子懂你了 我想让你多歇一歇 妈 我想你陪我过今年的年 十年后的年 二十年后的年 在儿子心中 有妈在就有家 我就特别踏实 谢谢名誉 我跟儿子 想在座的全国的父老乡亲 拜个年 风雨彩虹 坑香玫瑰 接下来的我们的视角 也将会转到我们国家的大西北去 我们知道 今年新疆好像下了很大的雪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巴赫提安大哥 今年的雪挺大的 牛啊羊啊 他们的草料足吗 巴赫提安大哥用眼神告诉我 你说的东西我都听懂了 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没关系 这样我们要不请上来一翻译好不好 巴赫提安大哥的儿媳妇和他可爱的小孙子 来 有请两位 大家好 我叫大里哈 大家好 我叫眼虾姐 我今年七岁了 我来自美丽的新疆 刚刚我的问题 再问一遍 就是今年啊 听说新疆雪下的挺大的 想问问咱们家里面那个草料 备的是不是很足 牛和羊的够吃吗 我也是说他提前准备好了够了 那我们还要再问一个问题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我也是说 那个村里的人的是一万二 参加合作是十元是两万 这都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暖心的数字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现场观众特别感兴趣的 特别想问问巴赫提安大哥 这么多年我们用自己的善举捐赠了身边的很多人 花出了几十万元 每当我们要花钱的时候 家里人同意吗 有没有人反对 他说没有 孙明都是一个大家庭 新人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但是 每次困住之后 我都会在家开个会 向家里重央说一下 将我们这个好传统 传统给我的儿子和孙子 爷爷开会的时候你同意吗 同意 我听说这个真正的制茶高手都有这样一个本领 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的 从几十杯茶当中一下就挑出自己种的那一款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我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是吗 来 我们要进行一个现场对钱大姐的挑战上道具 我们将会有二十杯红茶 那么钱大姐要从这二十杯红茶当中迅速的准确的判断出 到底是哪一杯是自己种出来的 我们来随机把她的那杯茶安放到这里 好不好 谁感兴趣 愿意当这位 来 欢迎你 来 现在呢 我们这位李小姐手上拿的这杯茶 就是钱小林种出来的西洋红 你想让这杯茶放在哪一个数字上面 你小声告诉我 她说 所以辛苦我们的李小姐 请将这杯茶放置到这个位置 你看真的看不出来区别 现在请钱小林接受挑战 速度很快啊 六号 十号 秦大姐是采用了一个排除法是吗 十号 大点声告诉我们多少号 十号对不 我觉得现场朋友的掌声 就已经告诉了我们 还自己在尝尝 您猜对了 这到底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呀 这个是 它那个颜色 它们就这样一副就闻出来了 哦 就像是天山上的雪 一千年前那样的单纯 就像是一粒喝的水 一点一滴深入你的心 就算是眼里搜紧 沙漠也能触碰到它的余温 我们给观众带来了几个小花猫 送小花猫是我们哈萨克索 最大的礼物 我 把酒献给你的人 把歌唱给你的人 把舞跳给你的人 这就是新疆人 把你当自己的人 把你我当成我们 把本证给你的人 这就是新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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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欢庆之后哈 我们还是要来看一看 我们众多的网友 送给两位的评论 我们首先来看 对于钱小林的评价 曾经游走在生死的边缘 是乡亲们的帮助 让你涅槃重生 从此你的创业 超越了自我 超越了财富 超越了生死 行大道 才能救大梦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共同聆听 网友对于巴赫体 和哈泽兹的评语 创业的经历都是一样的 但是创业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是不一样的 一个好人创业 创造的不仅仅是财富 还能给更多人 带来温暖和希望 现在呢 农业的政策是越来越好了 有更多的人也在关注 和投身农业当中 但是如果想在农业领域当中 闯出一片天地 其实要有一个强字 这个强 我们要有强健的体魄 还要有坚强的意志 但是更重要的 还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 风险无处不在 没错 那么我们即将要揭晓的两位全国十家农民 他们就是这样的强人 让我们共同来认识他们 2015全国十家农民 黄达林 这是平静的大海 这是狂暴的大海 对于大海的脾气 海南林高的黄达林 再熟悉不过 他却偏偏选择 在狂暴的海中养鱼 到远海去养鱼 带给黄达林的 是一串至今难以忘怀的数字 开始进入抗风浪 往生的时候 经验不足 每年都有一两千万 随时 在零几年 病害在我们的海域蔓延 准备了四千七百多万 11年9月29号 拿下台风 不到两个小时 随时七千九百多万 黄达林 是我国第一批去远海养鱼的人 从2012年 他开始尝试远海往生养殖 一直到2011年 黄达林的损失 累计超过1.4亿元 坚守十年 损失过亿 黄达林 一直在狂风巨浪中艰难逆行 他的动力 来自他心中多年的信念 通过远海养殖 让早已不堪重负的近海 得到休养生息 为祖祖辈辈以海为生的乡亲们 找到新的出路 我不干了 咱们怎么办 必须干事情 一次次的探索 一次次的失败 黄达林逐渐找到远海养鱼的秘诀 从2011年至今 黄达林在网香设计 制造 毛泊固定 饲养管理等多个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 网香能够应对 14级以上台风的袭击 而整个系统的制造成本 只是同类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 如今 黄达林的养殖基地 成为亚洲最大的远海抗风浪 网香养殖基地 年产量达到8000多吨 其中经常与产量亚洲第一 黄达林成为名副其实的 亚洲金昌鱼大王 2015 全国十家农民 孟现状 孟现状的名字写进了山东快书 就在与他养猪养出了大名气 每年出养生猪七万多头 销售收入2.8个亿 孟现状五岁时 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曾经让他的童年磕磕绊绊 孟现状开始养猪 源自他对爱情的承诺 我最初的梦想啊 就是老媳妇和家人 过他好热 从最初不到100头小猪起家 孟现状的养猪路越走越宽 他的养殖场70%的生猪产品 出口俄罗斯 新加坡等国家 为了回报乡亲们对他的支持 孟现状成立合作社 建立了优质种猪繁育基地 承担了鲁西地区品种改良 和育种的任务 在他的带领下 合作社每年出栏优质安全生猪 超过17万头 2013年 孟现状又实现了 他的一个梦想 我们的猪粉扁包计划 实施了 解决了我们常见猪粉 对周边幻境物的老大难问题 孟现状的养猪场 早期发电每年 达到160万度 有机肥生产 一年超过2万吨 他探索建立的绿色 循环模式 正在当地推广普及 现在 他又在为 重养一体的新梦想 在奔走 有请2015 全国十家能名 黄达林 梦现状 黄达林的生代 做过手术 所以他是一个少说而多做的人 而关键是 他做的事情还特别的刺激 顶着狂风巨浪 到远海去养鱼 所以咱们今儿的年货 是不是就是鱼啊 今天的年货 就是鱼 就是鱼 来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鱼 来 黄达林 咱们掀起它的红盖头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鱼 这个是 我们养的鱼 金昌鱼 金昌鱼 这就是咱们在远海养的 对不对 在深海 在深海养的鱼是不错啊 稍微小了那么点 你看我们现场 这么多观众朋友们 咱得来个大个的 才好分 后面还有大的 还有大的呢 这个有点推大了吧 这个 来我们看看这个鱼是 哇 天哪 天哪 这个鱼确实就有深海养殖鱼的这个派头了 您得介绍一下这是什么鱼 这个是石斑鱼 石斑鱼 对 这个鱼能卖多少钱一斤 一只吧 咱们一条 一只 卖三千块 三千块钱 黄大哥是把这个深海的年货给咱们带来了 咱们孟仙庄孟大哥是养猪的 那您该不会是赶着小猪就来了吧 如果这方面真的想赶几头小猪过来 不过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用我们自己的猪肉 养的猪肉做的四喜丸子 哇 这大个头的四喜丸子 这有什么讲究吗 四喜丸子在鲁菜当中的一个代表 寓意着四季平安 事事如意 上菜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得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 想问二位 其中就有观众对于黄达玲的故事 就特别的有兴趣 比如他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他说您啊失败了那么多次 赔了那么多钱 凭什么您就能够认为这钱还能挣回来 为什么要做 就看中这个产业 就发展 特别是感谢我们海南省政府 海南省业顶的继续关心 还有我们各行业的朋友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只能继续 使我从最困难的地固 走出来 要感谢他们 一个篱笆 三个庄 一直在说感谢他们 其实正是因为有了社会各界的帮衬 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希望 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坚持走到今天 把过去赔的钱 咱都给挣回来了 对吧 对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朋友 给梦现状梦大哥所提出的问题 来 这段时间呢 这个猪肉价格挺高 大家挺高兴的 可是前一段时间 这猪肉价格低你的时候 那您还能挣到钱吗 告诉我们一下 出价低的时候 我们也是亏 但是亏的不像 可能不是那么太多 然后我们规模 我们现在发展的是规模养猪 规模越大吧 我们把产业那儿拉得越长 所以我们能相互的前后能弥补 其实见到您之前 我心里就一直藏着一个问题 在这个场合憋不住了 我得说道说道 我这么听得好像你要问八卦 聊点家常 孟大哥我怎么听说 当年您这个决定走上养猪 这个创业之路 是源于一个对爱情的承诺 您跟我们说道说道 是这样吗 是 因为我身体残疾 就不能照顾我 或者照顾别人 我就自己追了我老婆 我是将来一定要让你 让你的父母 感觉到你嫁给我是幸福的 想问您的妻子叫什么名字 叫孙秀贤 孙秀贤 他今天陪您到我们这个揭晓仪式来了吗 来了 孙秀贤 嫂子在哪呢 来我们欢迎您 欢迎嫂子 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嫂子 好 现在我们共同来看一看 我们的网友对于两位十家农民的评论 首先来看看网友对于黄达林的评论 你的经历证明了比大海更宽广的是人的胸怀 你的故事证明了比水更坚韧的是人的毅力 所以你才会成为渔王 我们来看看网友送给孟宪壮的评论 您的创业之路啊 就是为了一个个的承诺 为了家人幸福生活的承诺 你做到了 带领一方百姓养猪致富的承诺 你做到了 为产业生态健康的发展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食品的承诺 相信你才能够做到 再次向两位致敬 东东啊 其实咱们有各种各样的新技术 新思路 新理念 新观点 所以咱们这个农耕再也不是传统的 面朝黄土 背朝天了 这些新的东西是层出不雄 让人眼花缭乱 所以接下来登场的两位 全国十家农民 他们就是我们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 2015全国十家农民 雷应国 为了看守骨子 每年秋收 雷应国和妻子就这样整夜睡在田梗上 2006年江西封城的雷应国 在京郊农资时发现 有很多农田料荒 他决定把这些地包过来种粮食 从一开始的210亩 到2008年 雷应国乘租的水平面积达到1860亩 他也成为了全国重粮大户 2008年秋天 雷应国收获了30多万斤的稻谷 这又是一个丰收年 但是就在晾晒稻谷的那段时间 封城遭遇了连续11片阴雨 已经收获的稻谷 全部受潮发霉发芽 看到骨子就难过 面对打击 雷应国觉得农业迫切地需要气象 加工 职保等系列生产服务 从此 雷应国在不断扩大水稻种植规模的同时 开始将为村民提供服务 作为发展重心 以前我需要别人向我服务 从现在开始我为大家服务 他在当地第一个使用稻谷烘干技术 并提供服务 从此收割水稻 再也不看老天爷的脸色了 他在当地第一个实现工厂化御秧 为农户提供播种 御秧 机叉等服务 他在当地第一个租用飞机 进行病虫害防治 他引进的各种大型现代化机械 服务五万多亩的稻田 实现病虫防控处置率百分之百 不管自家地理的农活有多忙 只要乡亲们有需求 雷应国都第一个满足 雷应国用自己的服务 维护着农业生产的每一个链条 他为自己的创新服务 能回报乡亲们而自豪 不光是做服务 雷应国还惦记着 回报乡邻 2015 全国十家农民 吴德显 黑龙江 黑河 冬季严寒而漫长 年平均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下 这里有个大化鼠林子村 这个村2014年的纯收入超过六千万元 提前实现了小康生活 这源头就是吴德显把湿玉米烘干 一斤能多挣四分钱 从烘干湿玉米开始 吴德显要发展农业产业化 吴德显在村里建起了大米生产线 实现水稻种植加工销售的一条龙发展 用大米加工后的米糠与玉米接杆 村里办起了肉牛养殖场 肉牛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规划中的肉牛屠宰分割生产线 也在施工中 地嫌人别嫌 总能多赚钱 现在大化鼠林子村的村民 全年都忙碌着 周边乡村的劳动力 也被吸引过来 现在吴德显盘算着 要再办一个食品加工厂 让村里的农产品卖的价格更高 有请2015全国十家农民 雷应国吴德显 这二位来自一南一北 想必二位带来这年货 也很有特点吧 我这个是江西那个年夜饭 吃的那个年糕 您大家万事如意 步步高 一年更比一年好 我这个花膜是祝愿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蒸蒸日上 年年糕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网友们对于二位 有怎样的提问 我们先来看看 对于雷应国的提问 现在有很多人打着服务的旗号 就是为了收取费用 推销产品 那么你在当地 也是做农业服务的 那么你是怎样收费呢 我是先服务后收费 服务当先 在龙盟季节 我可以务自己 务别人 自己的先耽误着 先给别人的做好 没错 能够舍弃自己 为大家 所以我们的这个服务公司 才能够得到客户们的认可 没错 和青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现场的观众啊 对于无多嫌 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说咱们那儿啊 不说已经全面实现小康了吗 但是看咱们村里那些建筑 它也不像全面实现小康的呀 到底是咋回事 是不是忽悠我们 我们村 很多那村民 在城里买了楼王 开着自己买了几十万的小车 几十万的小车 对 到我们村里边 到合作市去干活 他们住在城里 回村里上班 对 我们村的老百姓 把资金又投入到第二三产业 建设新农村 这两位啊 都是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上 大踏步前进的能人强者 是吧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来个 现场的考验 挑战一下 来上道具 谢谢 想必两位对于这个道骨 非常的熟悉吧 非常熟悉 这个道骨的干湿度 你们一般是怎么测 我们合作是有专业人员 拿仪器去测 这样我一般不用仪器测 我们呢 一般都是抓几把骨子 就是刻几的 基本上能刻出来 又刻出来 还真是不信 咱们就来一下 可以 但是今天炒面有点大 我要请我老婆测量一下 这事我们帮不上了 要请夫人出场 来来有请 咱们现场要来一个测试 这边刻 这边测 看看哪个测得准 哪个测得快 来 咱们要逼逼谁快 来我们同时开始吧 来各位 我们这边已经出来数字了 我们这边是不是也出来了 12.5 12.8 这个小数点的差了0.3 问题大吗 那个不大 不能因为是你老公 你就说问题不大 让吴大哥说 让吴大哥说 一个之内就算那哈 一个之内就算那哈 对 一个之内就算那哈 好 我们来继续了 好 来 15.5 15.5 差0.5 好了 来 我们继续 咱们开始 这是第三罐了 18点 哎呦 17.9 17.9 哇 这误差只有0.1 0.1 好准啊 听说文婷 好像你跟英国在很多年秋收的时候 都睡在田梗上呢 是 那是一开始中年的时候 到田梗上去 看骨子 保证骨子的安全 为了看骨子 那个时候 一睡的多少天连续的 大概不少于20天 苦肯定是苦啊 后来想想 他也是为这个家 他勤勤勾勾做 我们就 我其实勤勤勾勾跟他做 老婆 我爱你 他们这边有人帮 夫妻同心 咱们这边有没有人帮您 有啊 谁帮您 我儿子 开飞机 是职宝飞机 职宝飞机 对 来 游戏 我们为了检验福山的飞行技术 特意在我们揭晓仪式录制之前 现场做了一个测试 咱们看看他的水平到底如何 这架无人机呢 它的直径大概是1.6米 那我身后呢 有6根立柱 每两根立柱之间的间距呢 大概是2米 第一项挑战内容就是 无人机绕住飞行 请不吝点赞 设计划 我们这一项设置的挑战就是绕八字 现在我旁边有一个道具 它最宽的地方大概是两米 这架无人机它的直径大概是1.6米 现在要从这个两米的洞里面穿过去 会开飞机还会开啥 拖拉机 收割机 质宝无人机 还有朋友机等等的 凡是对于农业的我都会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是如何评价我们的两位全国十家农民的 首先我们来看网友对于吴德显的评价 为了地闲人不闲 你始终走在别人前面 三个产业融合村里全面实现小康 提前完成了时代命题 你用勇气和智慧提供了农业现代化 可参考的样本 好我们共同来看一看网友对于雷应国的评价 你将心比心从自己遇到的困难出发 去解决别人遇到的困难 去解决农业发展的各种难题 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才能让乡村洒满阳光 接下来我们将来认识的这两位十家农民代表 他们的特点十分的突出 两个人的年龄悬殊非常大 一位是33岁的小伙子 一位是70岁高龄的老人 2015全国十家农民马刘洋 马刘洋很年轻 今年才33岁 他却做出很多让人理解不良的事情 16岁时 他用一年时间完成高中三年的学业 考入大学 还成为学生会主席 大家都想的是我能够留在大城市 然而在大学就独裁六个月 马刘洋决定放弃学业 退学创业 在城市大拼七年后 2007年 他又关闭了盈利中的公司 回到重庆中县老家养野猪 做农业我觉得很有信心的 放弃大学的学业 放弃城市的事业 回乡创业当农民 马刘洋全部得从头再来 在我心中 曾经有一个梦 把我生努力的每一分钟 写了一副我们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 从07年的那个三十来头书 养到现在 加上合作伙伴的话 永远能出三千多头书 个人创业的成功 让马刘洋激发了 成立合作社的热情 从2010年开始 他复制中县及周边区县 200多家农户养殖创业 带动了800多人就业 一年下来 还星期收拾的 可以挣19万 产业要做大 就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 马刘洋以养殖为基础 进行野猪肉的深加工 利用电商平台 和日趋发达的物流 探索互联网 加农业的发展模式 2015年 马刘洋通过电商平台 就实现销售600多万元 重回农村创业 马刘洋说 他要做的事情很多 也很简单 明义思为天 做良心的农产品 良心产品加互联网 这是马刘洋与时代同行的 两只翅膀 2015 全国十家农民 高建浩 每天一大早 高建浩都要到地里面去转转 在江苏长鼠 高建浩种植了2000多亩水稻田 一趟早下来 要一个多小时 我早上起来 磕到了一个楼市里的岛 我心里非常好 今年70岁的高建浩 看到水稻的这种好心情 从他56岁 一直延续到现在 2012年 一度担任过知名企业副总裁的 高建浩决定退休 他回家不是去享受天伦之乐 他要解决促勤粪便 和鸡杆焚烧带来的污染问题 高建浩把促勤粪便的农业污染物 通过高温堆肥 发酵熟化的方式 做成有机肥 十多年来 他共处理 畜勤粪便等农业污染物 150万吨 产出绿色高效有机肥 50多万吨 为了推广生态循环农业 高建浩奔走全国和种植大户合作 示范和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 高建浩在全国各地合作经营的基地 达到一万两千九百亩 行走田间 70岁的高建浩脚步比年轻人还要快 他要抓紧时间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有请2015全国十家农民 马刘洋 高建浩 我们欢迎两位的同时 也特别想知道 两位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年货了 我们是那个加工的蜡猪腿 蜡猪腿 对 来我们来看看 这够壮士的了 高老啊 咱们江苏过年 那也是讲究多多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年货 带来副发 上年货 我们快来看看 这画的材质很特别呀 它是用米来做成的 成为大帝呢 因为你也四季在一圈 我用这个圈 给全国老百姓 做半年的 其实两位在创业之初 都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 咱们就假设一下 假设高老啊 这个马刘洋 他就是您的这个孩子 马刘洋说了 说这个老爸 我这个大学都不太想读了 对 我就想直接去养野猪 您同意吗 那这个不同意的 那是不同意的 你必须要 多时以后再去尝尝你 我当时那个辍学创业的话 是因为身体的特殊原因 而其实在我创业的过程当中 也深深地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 所以也抓住了一切的机会 去进行培训 学习 那如果站在旁边的高老 刘洋 是你的父亲 他在退休之后 我们说本来可以享清福 但偏步啊 非要去创业 你同意吗 不同意 你怎么说的 爸 您辛苦了一辈子 现在退休了 到了安详晚年的时候 您不用操太多的心 这是一个孝子的话 你的心我灵了 我原来的身体 还可以做 有事干 是最应付的 这样 我刚才还说 我说今天让刘洋受委屈了 来到这就让人认爹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 这个 其实 我觉得不委屈 为什么呢 其实 说实话 在我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的父亲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 在三个月的时候 我的父亲 他走了 他走得很匆忙 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这次 我能够来参加 我是带着 他的期望 来到了这里 我能够和 老爷子 高老爷子 搭档 我真的很荣幸 值得我尊敬的人 我觉得 当回儿子 没问题 爸 谢谢 你要永远跟当事 永远要分 永远要休息 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 网友们对于我们的两位 全国十家农民 有着什么样的评价 网友们对于马刘洋的评价 他说 马刘洋创业成功 有两个基因 一个是他传承了传统农民的乡土情怀 而另一个是他年轻人的果敢和智慧 也正是这样 他才会让大山深处的农民 跟上时代的脉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对于高老的评价 年镜花甲再次出发 做起了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他在劳作中的快乐和满足 源自一种深入骨髓的情感 这就是对于土地的热爱和恋情 朋友们向他们致敬 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我们共同见证到了十位 2015全国十家农民的登场 他们当中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而且有的工作在海边 有的工作在平原 但是他们都是我们国家 新型职业农民的典范 下面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全国十家农民 走上舞台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 2015全国十家农民代表 吴华平为我们宣读唱艺术 全国的农民兄弟姐妹们 阳年即将过去 后年就要到来 在这十九岁迎新春的美好时刻 我们新当选的全国十家农民 向你们发出余下参议 一 爱走国跟党主做新时代的新农民 二 勿好农 做好地 让中国人的饭碗 沉满中国粮 三 学科技 厂市场 做真生自负的带头人 四 能拼搏 敢创新 当农村改革的排头兵 五 爱家乡 爱土地 做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帮我们一起努力吧 谢谢 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的时代强音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农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陈小华 中央纪委主农业部纪检组组长 农业部党组成员宋建潮 农业部党组成员 人事劳动司司长毕美嘉 为2015全国十家农民颁发荣誉碑和证书 好 接下来 照明热的掌声 有请农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陈小华 为我们做青春致辞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欢聚一堂 共同揭晓2015年全国十家农民 首先我代表农业部和韩部长 对获得这一殊荣的十位农民朋友们 表示热烈的作和 感谢你们为农业农村的改革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长期以来 亿万农民群众用智慧和汗水 为农业发展 农村繁荣 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构筑了坚持的基石 五中全会提出 创新协调 绿色 开放共享 希望你们作为新时期的农民中的佼佼者 能够进一步转变观念 紧跟时代步伐 带头推广新技术 带动更多的农民创业创新 带动更多的农民 致富奔小康 为现代农业的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此 我代表农业部和韩生木部长 向你们 并通过你们 向全国的广大农民朋友们 拜年 祝大家日子越过越红火 一年更比一年强 祝大家 太阳被月亮 没有月亮 一杯星光 一年年一杯杯 早也忙 晚也忙 你干玩了牛羊 干麦茶 干麦麦茶 你走池塘 天也宽 地也光 心也明 夜也亮 我的农民兄弟呀 你是在烟黄的歌 让我再来一场喜事 为你成一片铃 我的农民兄弟呀 你是在花下的魂 当你摘下风收莫 天透了我的心 今天我们在此计晓了全国十家农民 他们是全国亿万农民的优秀代表 通过他们 我们看到了我们西班农民的精神风貌 使得我们也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时代的农民 能够用他们的开拓和进取 用他们的热情和担当 来续写中国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新篇章 新春夏节之际 我们也终心地祝愿 我们中国的农民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当中 能够健康快乐 在我们的中国特色 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 大步向前 亲爱的朋友们 大帝之子 2015全国十家农民揭晓仪式 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再见 再见朋友们 我的农民兄弟啊 你是在烟黄的歌 让我再来一场期许 为你成一片铃 我的农民兄弟啊 你是在花下的魂 当你摘下风收莫 天透了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